泛舟善息沉浸在乐剧悠扬中 乐剧剧目里的情感思绪 在千年前后引发的是我们相似的共鸣 大家好,我是丹瑞 穿梭光阴,一期一会 我们此行来到了水乡绍兴 而今天,我是走过这条唐诗之路 前来寻访挚友的李白 李白人之中年失忆后 一路向南,大概天保六载的秋天 再次进入,走过浙东唐诗之路 此行的目的之一 就是寻访望眠至友,贺之章 唐代诗人游览浙东时 有一条相对固定的路线 这条路以水路为主 故称为浙东唐诗之路 李白的一句胡跃照我雨 送我至善息 让我记住了善息这个地名 曹河江流经盛州的一段 被称为善息 而盛州有千年唐诗入善息 百年乐句发祥地的美称 初踏唐诗之路时 悠扬的乐句就让我感受到了 属于绍兴这个水乡的江南风韵 真的是只有身处善息 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善息的令人神往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白会写下那句 此行不畏炉鱼快 自爱名山 入善中 隐居古城 归于山水 当年李白也曾走在这条江南水乡的小路上 眺望远方是行似卧龙的釜山 承载了古城绍兴 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在古城街巷里 掩藏着昔日的繁华与寂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